直流电路 DC Current 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最基本的电路 串联电路 它的Circuit Equation 是这个 它是 I要等于 等于这个 串联电路 那么最简单的电路 就是串联电路 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我们把这个 符号 当作是一种电动式 电动式座 电动式座 那么 它有电动式 电动式就是从 负的到正的方向 这个是它的电动式 好 我们假定 它一 弯等于十二伏特 十二伏特 好 那么它有内电阻 对不对 内电阻 有的书上 有的书上把内电阻 就是写在 这个外面 你们那本书是这么写 接在这个后面 这个就是它的内电阻 另外 因为这样子有个缺点 通常电动式 端电压 是指 短的到正的这一边 其实这个 一个包含这个东西 你写到它外面就不能包含了 对不对 所以 有一本书 它是这么写 它把内电阻 就写在这个当中 写的这样子 我们现在用这种形态 比较不会产生 迷惑 假如这个是 一欧姆 内电阻 一欧姆 它经过一个外电阻 然后这一边 又有一个电动式坐 它也是这个方向 然后这一边 又有一个外电阻 我们讲定 这个R 也是一欧姆 也是一欧姆 这个也算它一欧姆好了 这个R 也等于一欧姆 这样比较好算的 这个是巴福特 这EMF是巴福特 EMF的方向 是从负到正 从短的这一端 到正的那一端去 那现在这个里头 就会产生电流 这个电流 等于什么东西呢 因为它有个回路 它又有供应 电流的一个源头 因此它就会导电 它会有电流 这个电流 我们就写 I 等于 Sigma EMF Over Sigma R 现在 你记住 我们怎么做 你先假设 电流的方向 随便你怎么设 比如说 我假设 电流是这样子流 I 这样子流的话 I就是这种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I就是这样子 当你假设 电流方向以后 那这个Sigma Sigma Y 就是 电动式 全部加起来 你要记住 电动式的方向 跟电流的方向 跟你假设 电流的方向 一致的 你就用正号 所以这里有 12伏特 这个 电动式是这个方向 而电流是这个方向 相反 用负的 电阻一律用正的 电阻一律用正的 你看有几个 一二三四 你就一个一个写 一加一加一 加一 这里一看就知道 四 你为什么要写 一加一加一加一 以后千万要注意 你要走一圈 你有时候会加过头了 你想不想 走过头了 多加一个 有时候还没到 你就结束了 少一个 你分开写 这里四个 我算算看有几个 对了就对了 两个 match就对了 好 那这个就变成多少呢 就变成一安培 一安培 好 最后的结果 如果是正的话呢 那就表示 你假设电流的方向 对了 如果是负的话呢 就是你当初假设的电流 跟实际上电流的方向 相反 电流不是说 你设它哪一边 它就哪一边 它有它自己的 确定的方向 你设错了 它就是负的 这是串联电路 好 那么 电路里头 我们往往啊 会求 两点的电位差 比如说 我这里有个A点 这里有个B点 这个算C 这个算D好了 我如果要求 VAB要怎么求呢 这个要记住 要学会 回去要做 才不会错 才不会 你才会熟悉 那你就从A端 走到B端 我可以这么走 ACB 也可以从ADB 可以这么走 OK 好 当你要走之前 你先把 每一个元件的 正负号 这叫polarity 它的极心的方向 写出来 像这个固定的 长的一端是正 短的一端是负 长的一端是正 短的一端是负 电阻呢 电阻就是 你的电流 你假设电流 I 这个方向 它从这里过来 电流 经过电阻 我刚刚讲 会产生什么 电位降 会产生电位降 所以它就是从正的到负 这么过去 所以这个就是正的到负 这样电流这么过去 这是正 这个是负 这个电流 这个是正 这个是负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VA 从A端开始走 A端 你圆着 比如说我们圆ACB好了 圆ACB路径 A端 A的电压 电位是VA 然后到这个地方 有两套东西 电动是从正到负 所以它是负的 负的什么 E2 然后电阻呢 我们直接写12好了 电阻呢 是从负到正 电阻的电压是上升 上升就用正的 电阻的电压 根据欧姆定律 就是电流成电阻 所以它就是I乘1 然后到了C点 然后要穿过这个 有负到正 又是加上一个 I乘1 然后就到了B端 对不对 就说我A端这么高 我下坡走多少 然后再上坡走多少 它就到了这个VB 好 那么VA跟VB的差 就是VAB 对VA减VB 这个时候它就等于什么 12 减掉 这都是1 等于10 伏特 VAB是10伏特 好 那么我如果圆着ADB走呢 如果我圆ADB走呢 你看我从VA开始 然后往这里找一个降落 电位的降落 降落一个电流 乘1 它电阻是1 这里 电动室是降落 电动室 就是8伏特 电动室不要乘电流 电动室本身就是伏特的单位 那么 单位就是伏特 那么 电阻呢 下降 又是下降 下降一个I 乘1 要等于什么 等于VB 好 那你看这个VA 减1 减8 减1 要等于VAB 那VAB等于多少啊 等于 10个安培 就是A端要比B端高10个伏特 同样是两点 不管你走哪一条路 电位要 电位差要一样 电位差一定要一样 OK 所以以后要你求这个电位差 你千万不要只走一条路 你走两条路看看 如果两条路的电流不一样 电压不一样 那就是你 你计算有问题 好 这是串联电路 有的电路上面 它的电阻啊 有各种连接法 但是 单独这种电阻的连接 你可以把它用等效电阻 把它算出来 那么 算出来以后 它可能还是一个 串联电路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 有一个电路 是这样子的 如果这里 没有画内电阻 它就是一种 理想的电动式 理想电动式 没有内电阻 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个电路 是这样子的 这个 还是算是一个串联电路 那你就 把这个 先串联起来 串联以后啊 它可以变成 这样的一个 一个等效电路 R equivalent 那这就是串联 你把这个算出来 电流算出来 录到这里 你再可以算这个电流 这个你们自己去 去 想 将来你们 电路会比我 懂得更多了 好 现在我们要看一种电路 你说不上来 它是串联 还是病联 例如 我们现在有一个电路 是这样子的 我们都用理想电动式 这个电路呢 说不上它是串联 还是病联 因为它不是只有一个电阻 它还有电动式 好像这种电路 我们要怎么解呢 你单单用欧姆定律 或者你 这个时候你不能用这样的 十字 不能用这个串联电路的 circuit equation 那我们现在就要讲 以后遇到这样的电路 那我们有好多种办法 你们将来学 有专门一门课是学电路的了 那么我们最基本的 普通物理里头只讲最基本的一个 我们称它叫做支路电流法 我们电路上面找一个三叉路口 三叉路口 这三叉路口啊 就称它叫做节点 not 就像你们学升学 那个柱坡 柱坡的坡节一样 这是节点 比如说这是A点 这是B点 从A点到B点呢 你可以有几条路可以走啊 这条 第二条 第三条 这每一条路我们都称它叫做支路 branch 支路 所以这种方法我们称它叫做支路电流法 然后你就假设 每一条支路上面 假设一个电流 比如说 我假设 这个地方有一个电流是I1 这个地方是I2 这个地方是I3 然后这个I1就经过这里啊 一直到这里啊 它在这个地方是这个方向 好 I2是从这里过去的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方向是这样子的 I3是这样子下来的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假设 支路上面的电流 你只管假设 将来你解I1 I2 I3 解出来 比如说I1 是正的 那就表示你设它的方向对了 跟实际上是一样的 如果你解I1是个负值 那就表示你假设的方向呢 跟它真正的方向啊 正好相反 好 假设完电流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用 克西和夫定律的 第一个定律 叫克西和夫电流定律 我们现在讲啊 克西和夫电流定律 我就用立体 把这个定律啊 介绍给各位 第一步 先假设电流啊 第一步 第二步呢 用这个克西和夫电流定律 这个我们通称叫做 Kerchhoff's Current Law KCL Kerchhoff's Current Law 克西和夫定律 来列方程式 克西和夫电流定律 讲些什么 我们在这里 做一个草稿 等等那里直接写方程式 比如说这是一个节点 节点 像那个A点 像那个B点 那我们用 它就是电荷 守恒啊 进入这个节点的电荷 一定等于出来的 进入的总量 一定要等于出来的总量 那就说 流进节点的电流啊 要等于流出来的总电流 流进去的总数 要等于流出来的总数 你不能只流进去 你不能只流进去不流出来 你也不能说 我不流进去要流出来 不能这样子 那么这个是 比如说 我现在有 几个 几个 I1 I2 I3 I4 4个电流都经过这个节点 那流进去的 流进去的就是I1加I2 要等于流出来的 I3加I4 你也可以假设说 我流进去的用正 流出来的用负号表示 那你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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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流进去的 那流出来的总数是等于0 也可以这样子 你也可以假设说 流出来的用正号 流进去的用负号也可以嘛 OK 那现在我们用这个 你看 这一点里头 流进去的是哪一个 I2 流出来的总数 那是I1 I3 所以你就可以得 流进去的 要等于流出来的 或者是 我们都能把它写成 I1加I1-I2 加I3 I3 等于0 这都一样的东西了 都一样的 我们用这个好了 好 这个是 第一是 那你说我还有一个节点 也可以做 你就用这种看 跟这个一样 用科西科夫电流定律 有一个 有一个限制 就是 如果它有N个节点 你只能够列出 N-1个方程式 只能应用N-1次 这种电流定律 若有N个节点 它现在只有两个 二解一 就只能够列一个 只能列一个 对不对 就这一个 但是我们有三个位置数 I1 I2 I3 我其他两个方程式 从哪里列呢 好 那就 这个已经用完了 我们就用第二个 科西科夫电压定律 科西科夫的电压定律 说些什么呢 他就说 你缘任何一个回路 就是可以做一个回路的 没有断的 一个回转 一个完整的回路 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回路 你缘任何一个回路 你走一趟 比如说我从A点 到这里 再到这里 再回到B点 又回到A点 你的电位 X等于0 就好像我站在这个讲台上 那我现在呢 从这个地方 走上楼 走上楼 上楼去 我不断的升高 我下来的时候 从另外一边 我另外还有楼梯 又回到讲台 那我的高低 有没有变化 我的未能 有没有变化 没有啊 刚刚未能 跟现在一样 这个就是 能量守恒 你走一圈 人的回路 走一圈 又回到那一点 那你总共经过的压降 跟压升 总值 加起来要等于0 那这个就是 克希和福的电压定律 我们用这个 K VL 来表示 Kerchhoff's Voltage Law 那我们 在用Kerchhoff's Voltage Law之前 你要把 每一个元件的正负号 标示出来 它的polarity要标示出来 那么比如说 电动式永远是正的 长的是正 短的是负 这个是正 这个是负 这是固定的 但是电阻的polarity 要看电流的方向 它是I1经过它 所以这边正 这边负 这个电阻呢 4欧姆的是I3经过它 因此这边正这边负 那么这个 1欧姆的是I2经过它 这边正这边负 你要把它 画出来哦 然后你再来 看看是电位上升 还是电位下降 我们现在就 圆着回路来走 比如说我圆着这个 圆着这个 我加一个 ACD 圆ACDB 走一趟 你讲这样也可以 或者是说我们简单的 我在这个地方画一个 这样的一个符号 有时候我们画一个 箭头 你看我 圆ACDB 那我可以在这里 画这样的一个箭头 这就是回路1 意思就是 我写ACDB是一样的 所以 你现在就在这里 注明 回路1 原回路1 我们从A点开始 A点 A点开始 然后走过去 走到C点 他遇到第一个是什么 电位降落 电位降落就是用负的 负的 负的 I1 乘上1欧姆 然后到这里呢 也是一个负的 负3伏特 这不要沉电流 负3伏特 因为它下降 然后走到这里 再上去是个上升的 上升的用加 它是什么 I2 乘上4 乘上4 好 这个要 等于0 就回到A端了 A端总共经过两个降落 一个上升 OK 好 你把这个整理一下 我们就可以变成 I1 减掉 4倍的 I2 加3 等于0 好 这个是第二诗 第二诗 你们跟我一起看 万一我写错了 就马上更正 好 再还要一个方程式 要三个方程式才可以 三个微知数 好 我们现在就圆 第二个回路 我可以选这个回路 也是 这个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我这个也用逆时针方向旋转 比较好 你不要这个 一下子 比如说他有好几个回路 这个逆时针 那个顺时针 我们改考卷要看你 跟着你这个路径走了 一下子顺时针 一下子逆时针 该五题就昏倒了 那我们都用同一个 同一个方向 那么 也从A点开始 A点 我们用回路2 好 现在我们看 回路2从A点开始 第一个 遇到下降 负 I2乘4 然后到这里 回到这里来 上升6伏特 加6 然后这个地方呢 又下降 下降 下降的是I 我这里写错了 这是I3乘4 我这个写错了 I3乘4 I3乘4 是I3 你们眼睛要 要灵光一点 那么多对眼睛 好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是 I3乘4 I3乘4 然后加6 然后减掉I2乘1 等于0 好 我们把这个 整理一下 它就变成 I2 加4倍的I3 要等于6 福特 三个方程式 一定可以解出三个位置数 对不对 好 那现在 我就不解了 连立方程各位都会解 对不对 好 我们解决 我们解决 I1等于1 安培 I2等于2安培 I3等于1安培 解出来了 解出来以后啊 它还有后续的要你做啊 比如说它要你求 这两点 我这个CD插掉好了 这里假定有一个C点 这里有一个D点 现在要求VCD 求VCD 求C点跟D点的电压 C点跟D点的电位差 好 怎么求 跟我们刚刚那个一样啊 你从C点走到D点 C点走到D点 从C点到D点有几条路啊 有几条路啊 最简单的路 这一条啊 这一条啊 对不对 你如果喜欢散步的话 可以这样走啊 对不对 也可以这样子走啊 四条路啊 你喜欢绕圈圈也可以啊 你可以绕个几圈啊 再回到这里也可以啊 那我们采取最简单的路啊 比如说我 原CAD 原CAD 原CAD路径 从C点开始 VC C点就是VC啊 好 你上去 上去以后就碰到一个什么 电压上升 电压上升就是 I1乘1 加I1乘1 然后到这里 这里也是一个上升 I2乘1 好 这个就等于VD了 就到VD了 因为我们刚刚算出来 这个都是正的 就表示说 我当初假设的时候 很幸运都设对了 如果有一个是负的 那就是那一个电流 你设反了 实际上电流 不是那样子 你就留在那里 那你算这个 电位差的时候 就用你假设的电流 你求出来是负质 就用负质 好 那现在 我们就可以 来算 来算这个 好 那就VC 加上I1是1 I2是2 等于 VD 所以 VCD是等于 负3伏特 负3伏特就表示 是VC点的电位比较高 还是D点的比较高 D点的比较高 OK 好 你再远一条路 比如说我现在远 C C什么 C B CBD 还是一样 VC 现在VC往下走 有一个下降的3伏特 就用负3就好 不要沉电流 然后走过来又遇到一个上升的6伏特 就加一个6伏特 就到了低点 所以VCD仍然是负3伏特 这两个一样 这两个一样就对了 你不要 我有一个题目 我走三条路 三个不同的电压 你不要高兴以为你发现什么新大路了 那是因为你 解这个的时候 四子列错了 你知道吗 你I1 I2 I3 解错了 你赶快回头去找 诺贝尔奖没那么容易得的 不要以为 这下我明天可以得诺贝尔奖 好 这个是求电压 再可以求什么呢 求原件的电功率 我们求电功率 OK 求电功率 我们现在要求 P Power Power of EMF1 Power of EMF1 再来第二个 以及 Power of Resistance P Epsilon 1 它就是等于 Epsilon 1 称是I1 经过它的电流 经过它的电流 好 英文是多少 三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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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安培 因此 它就是三个 VA 在一起 就是瓦特 三瓦特 这个时候 你要 你要讲 要说明 它现在是供应电流 供应电能 还是说 它的消耗电能 你就看 这个电流 是从它的正极出来 就是供应 像我们当初画的电动式 从正极出来 回到负极 电动式在供应电能 如果充电的时候 电流是从正极进去 从负极出来 现在电流是怎么进去 这样子 对不对 从正的到负的 所以它是供应 还是消耗 消耗 它在充电 消耗 OK 你这里要写 消耗电能 写消耗就好了 好 Y2 它是 它的 power是 Y2 乘i2 你要跟这个对 哦 它是多少呢 6 乘2 12伏特 这12伏特 是供应还是 消耗 它电流从哪里出来 从正的出来 对不对 所以它是什么 供应 供应 它是供应这个 供应电能 你写的时候 尽量写清楚 供应电能 消耗电能 好 电阻 电阻 你就 全部是消耗 一定是消耗 你 i1 平方 i平方 r 再加上 有i的 有电阻的地方 才要 这个是 i2 乘4 i3 我老是把i3 看成i2 好 再加上 i2 的平方 乘1 好 这个是多少 1 再加上 这是 i3 i3是 也等于1 加上4 这个 224 再加4 9瓦特 9瓦特呢 电阻一定是消耗电能 他把这个电能变成热能 变成热能 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看 他供应的总值是12瓦 怎么写成福特 12瓦 消耗的总值 也是12瓦 你就说 他供需一定要平衡 供需平衡 你不会说 我电动是供 供应 20瓦 你才消耗了9瓦 那我其他11瓦到哪里去了 11瓦到哪里去了 还你赚了11瓦 11瓦到哪里去了 没有那回事 也不会说 我只供应5瓦 结果你就消耗12瓦 那你多出来的那些 多消耗那些 谁供应的 所以他一定是供需平衡 现在有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问各位 他达到供需平衡 当然供应 通常都是电动室在供应 到底是电动室 供应的电动室说 你需要多少 power 我就供应你多少 还是说 你要问我 我能供应多少 你才消耗多少 就好像一个老爸 养一个儿子 他很疼这个儿子 他跟儿子说 你在外面随便花 你花多少 我就给你多少 有求必应 这叫有求必应 或者说 他这个儿子很贪心 他看老爸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你赚五万 我就用五万 你十万 我就用十万 我也不超过你的能力 那这个是 哪一种 哪一种 他是 像我们中国人总觉得说 他一定很客气 你能够赚多少 我就用多少 其实不是 他是那个好老爸 你用多少 我就给多少 那问题来了 如果这个儿子 他这个消耗的很多很多好了 挥霍无度 那老爸 他一个月花二十万 你老爸才五万块 你怎么办 这个老爸 还是要给 还是给 比如说去借高利贷 然后人家来追债 他就被打死了 他是有求必应 一直供应消耗到他死而后已 所以你们以后设计电路要小心 一定要设计到 不要超过你电动室所能供应的 如果你的值超过电动室所能供应的 我告诉你 很悲惨 电动室会爆炸 或者说是起火 闹火灾 这个要 千万要注意 好 那么至于什么叫做 断路了 什么叫做 短路了 嗯哼